HELLO FG美人教授的网友们大家好 我是尚恩 像现在因为是属于秋冬季节 所以呢因为比较干燥的关系 我们今天要教大家如何DIY 来自制一个珠光底妆 然后让我们的脸呢 感觉像是更水嫩头亮 首先我们要准备我们平常使用的这种粉底 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在使用的这种珠光的蜜粉 我们可以使用这种就是一般的粉底 然后呢再加上我们会使用的这种珠光蜜粉 那比例的部分大概就是粉底是2 然后我们的珠光蜜粉是1 这样这样的一个比例呢 我们就可以来调制一个我们全脸可以使用的这个珠光粉底 所以在我们调制完之后 我们可以先把这样子一个底妆呢 打在全脸的位置上面 然后呢其实有些人他会有一些疑问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不是直接打完粉底之后 然后再使用珠光蜜粉 因为其实像在比较秋冬这种干燥季节 我们的肌肤是比较缺水 如果说你在使用完底妆之后才来使用这种珠光蜜粉的话 有可能会让我们皮肤感觉上是更干更肥干 然后在干的中间呢又会有一些珠光 然后跟细纹感觉上并不会让我们的皮肤感觉上是比较保湿的 那接下来呢我们可以使用同样的材料 然后只是我们再增加我们的这个珠光蜜粉的一个用量 然后打在我们的这个T字 然后以及我们的皮量的三分之二的位置 以及呢我们的全部的地方可以再加强一点点这样的一个珠光 会让我们的这个光泽感呢非常的渐沉而且透亮 所以呢我们再淡淡的扫上一些蜜粉 做一个定妆的动作 这样子呢我们这个水感透亮的这个珠光底妆呢就完成了 !". MINGAC